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正在热播的大火剧《青云年2》片尾曲接锅一下着实受欢迎 好听的歌曲石火 同时在线收听于5.3万人 妥妥爆款歌曲好听上头实至名归 周深这真是不出售则已 一出售就是大网炸呀 对呀是统治硬是剧OSD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在超级大量的输出后 仍能保持这么高的质量 那估计也只有深深能做到 与2024年开年剧作《青云年2》的《梦幻联动》更是让人上头 真是未看剧酒鞋爱上的主题曲啊 这个视频就带你一口气看完 周深那些绝美无比的古装OST神曲 古风这妥妥的是周深的统治曲啊 首先就是《青云年2》片尾曲借过一下 所以歌唱《洒脱不羁》 让我到醉一场 殿堂之上 被现实量散张 让我穿白雨霞 过风人香 去你探老月光 黄大人们见谅 几天的花 我冬夜不相撞 世人寻黄金香 周深在这首歌曲中 以少见的冷冽气质 呈现出主人公范显 显为人见的孤寂风骨 看似淡然的态度下是全权热忱 摇冠曲风和他慵懒的歌声 碰撞出缤纷绚烂的火花 然后是语君歌主题曲《弱梦》 日生月落 浮生因果 唯你难舍 一遍遗忘 一遍拼藏 如我前掌 何时双生 接着是花间令主题曲《门》 每当剧情开乐 都想冲进去捂住周深的嘴 周深 你先别唱 我要碎了 去世侮辱了心门 是仓皇的不忍 是不敢与你制作路人 挣扎几番红烈 哪怕欲损 却不忘此生 若是草木结利人若善 水解空门 一朝不一心神 只愿不负这相思浮沉 只愿已不负这断 念念情深 还有藏蓝爵主题曲《瑜情》 由远挨管的旋律 浮以剧情 让人一秒上头 简直太虐心了 这就是不唱则艺 一唱就送走一个人 然后是宫廷大剧 谁将爱越过望穿 可在心上 连人梦多难忘 梦醒来终成声 然后是宫廷大剧 如意转片为曲 梅香如故 这首歌堪称 催垒天花板 听一遍就走不出来了 梅香一缕清浅 仿佛故人梦中相见 梦碎月分不清 何处是轨迹 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月光入睡 环境和浮华的旧事 为愿留一笔相依 接着是护心主题曲《浮游》 刺激的轮换渺小也伟大 空灵飘渺的歌声 与一眼对视的心动相辅相成 集聚情绪感染力 听完感觉到了一丝宿命感的气息 黄夜在河城 大地在前梦 光临穿透海 尘埃中花开 有富翁这天 誓言吹梦影 灵魂在寻找 时间奉行 周深的音乐 真的非常有代入感 每一首歌都非常地让人动心 我最近的评论我也都有看到 但是我会觉得 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肯定比他们清楚 我在做什么 所以这其实也是 慢慢修炼出来的一个能力 就是我是 因为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 我第一次接到OSD的开心 也没有办法忘记第一次接到综艺 或者是真人秀的开心 或者是第一次接到音宗的开心 我不能够因为我唱得多了 或者是录得相对来说比较多了 我就 就是会变为 为什么呢 我当时那么努力 我才有可以唱到OSD 那么努力才可以去 就是去到综艺里面被大家认识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被认识 真的是都是我被认识的途径 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很幸运 就大家除了听我的歌之外 大家就会开始认识很多不同的周深 我其实大多数不会任性 因为我觉得这样 让自己的任性值钱一点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别人说 就说因为周深太懂事了 周深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不任性 会说周深其实裹着一层壳 会有人这么说你吗 因为就是 也许有 但是应该不会当面说 您是第一个当面这样说我的 我只是借别人的话说 我没有 我没有 开玩笑 你觉得自己有壳吗 当然会有啊 那没壳那也天天在外面受伤 太惨了吧 对 那所以周深是需要 每天都独处时间的吗 或者你会需要很长的独处时间吗 需要啊 当然需要 而且我看那个 我不知道在哪看到的 他们说爱人跟艺人最大的一个区别 不仅仅是外向和内向 而是艺人他们可以通过外界的能量去修复自己 但爱人是需要自己去修复自己 我就发现哇太对了 因为我还真的还蛮需要自己一个人 按个电影啊 外边游戏啊 外边游戏啊 吃些好吃的呀 或者是就发呆 就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包括我在跟我的生命们 他们说 你如果心情不好怎么样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但你爱吃什么 你就去吃一下 或怎么样 你就把自己先抽离一下 你先不要把自己一直拧在那个地方 你像螺丝 你一直拧它也会滑丝 对 它那个口 它会最后变成一个就是 你再也拧不动的一个口 你不要让自己拧不动 我ya要出货不动的一个口 那么不动的一个口